随着水位不断下降 昨天上午开始 河北山东消防救援队伍 调用8台远程供水系统 19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 以及9台供排水机器人 对卓州市30多个居民小区 进行24小时不间断抽水排涝作业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受暴雨影响 卓州双阳区某小区内出现积水 地下车库积水较深 小区部分区域停水停电 居民生活受到影响 8月4号 增援卓州的邯郸市消防水域救援专业队 接到命令后 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抽水作业 8月4日中午12时取 我对战接到总队命令 卓州市双阳区联合一号小区 地下车库积水严重 大约1万立方 我对战一套远程供水系统 在此处进行排涝作业 远程供水系统是一套大功率排涝系统 和10小时将此处的积水排干净 在卓州天伦湾小区 强降雨导致地下车库出现大量积水 积水总量约12万立方米 水深达6米 前来增援的山东辽城消防人员到场后 立即铺设排水管道 使用大型排涝车和大功率远程抽水系统 同时进行抽水作业 截至4号下午16点 已排水14000多立方 该小区地下涉护水位已明显下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